云南大理开悟者Yachek禅师问达路 纯粹的语言 2021年5月1日 学生,那天您问我 我的心想要跟您说话,会怎么说? 我感觉我的心其实是那种静默无言的 我觉得我的心不会说话 但是我必须要跟别人表达 我就得披上自我的外衣跟别人沟通 但是是不是我们心不够强大 就迷失在那个自我里了 您现在和我们说话 你有自我的外衣吗? Yachek,我不需要这个自我 为什么需要这个外衣? 我不需要戴住面具 既然我知道我自己 为什么我要假装我不是呢? 我是直接从心来表达 当然,我会借助头脑的思维 我要先通过头脑 但是我在这个表达里面 我必须要让头脑非常准确地表达我的心 你说心没有语言 它其实是有语言的 但是它的语言是一种心电信息 就是一种能量波动 它不是一种头脑的语言 所以,如果你能够跟你的心连接很深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把那种波动转换为一种思想 一种语言的 就是说你把心和大脑斜掉同步 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去观察 你的头脑有莫有准确地表达你心里面的东西 如果你发现你莫有准确表达的话 那就说明连接的还不够 学生,我好像不会把自我的外衣去掉 我就很自然地会披上自我的外衣 Yachic,你所谓的外衣到底是指什么? 你的自我吗?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 这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有这个自我 其实你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都有自我 我们都有一个自我 关键是你这个自我 有莫有去服从真相 服务于真理呢? 你有莫有去检视你的头脑 是不是在讲心里话呢? 如果你发现它在讲心里话 它完全敞开 就是说你莫有那种掩饰 莫有那种恐惧 莫有那种担忧 在里面的话 它就是你心里面的语言 这个话它就很真实 所以自我不是问题 而是说怎么去表达这个真心话才是关键 学生,我觉得我有一种惯性 就是说我能回忆起 我第一期来的时候会有那种表达的方式 我每来一期我就觉得我的自我好像能退下一层 就是一层一层又一层的 但现在还是有那层外衣 我能感觉得到 我觉得我的心就被自我的那一层东西包裹着 我这次也有点感受 上一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才感觉到我的心 就才知道我的心怎么样去感受 然后后来我那天晚上不是跟老师 莫有他们几个聊了我跟我合作伙伴的事情 回去之后就回公司开了几次会 然后完了就得跟他谈 就是不能身家公司的庆典 因为按照以前我就觉得这种就谈得特别坚挪 肯定会谈崩了或者最后就会吵 吵得不欢而散 但是我那天跟他谈的时候就是特别敞开 然后我就试住不要用脑子怎么去想 然后我就用心跟他去谈 最后我俩都了哭了 我就不像以前那样 几次几次找很多理由约 因为我就实在不能来怎么地 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就不想来 我就想去纳尼 所以我就不想来了 就不再找理由了 然后呢就让我特别惊讶的是 我之前不敢想象这种谈话的结果 我总觉得我要掩饰 找点理由 可能会让对方心里好过 就是不会爆发那种很激烈的冲突 但是那天我就觉得我默用脑子想 我就试住用心跟大家去谈 然后一开始我俩都哭了 然后就觉得好像有时磨断裂了 但是后来我就特别惊讶 他就很平静地接受了 他就祝福我 然后他就显得特别的包容 我就觉得好感动 Yachek 你们一直不明白 表达出你们心里的话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你不把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说出来 别人怎么去理解你呢 你没有完全地表达新的语言 然后你就认为他是一个不理解你的人 因为你一直在扭曲真相 你总是半遮半眼地说出你的心里话 总是在找借口 总是在掩饰 他不理解你 因为他末有得到完整的信息 他怎么来理解你 如果你真的把你的渴望 把你的真心话说出来 谁不能理解你 他是你的朋友 他是你的父母 他是你的同学等等 他为什么不能理解 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我害怕我说出真话会伤害他 他会不理解我等等 其实我们都是在自寻烦恼 这些烦恼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头脑太过强大了 我们的头脑学的东西和经验太多了 我们不懂得怎么用心去表达 如何纯粹地表达心而毫无恐惧 我们总是用头脑去假设一个东西 然后再假装去表达 假装去沟通 你心都漠有打开 你怎么说你在沟通呢 学生真的是 那种感受真的好强烈 他会跟我讲 他说这是我们这几年以来沟通的最深入 让他感觉最舒服的一次 然后我就觉得那样的场合我不去 他肯定会很愤怒又不理解 觉得我不够爱他 然后我就是很坚决地拒绝了 他最后竟然跟我说 我觉得当时我从跟你谈话里面感受到特别多的爱 我也觉得他特别爱我 他也觉得我特别爱他 所以我就想我们怎么会是这样的 好像没有设计 没有目的 最后你得到了一个很圆满的结果 很让我惊讶 Yachek 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觉醒 觉醒就是要从你们的心开始 要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很真诚的人 很真实的人 要把你真实的自我展现出来 不要活在一个虚假的面具里面 一旦活在虚假的面具里面 你永远都不会觉醒 因为你自己都搞不懂我到底是谁 你甚至会把那个假装的自我当作真实的你 你怎么可能觉醒 所以我们的觉醒就是从做一个真实的人开始 做一个完整的自己开始 不要虚伪 不要假装 这些会导致更多的恐惧和愤怒 而且不是真理的东西 通常是骗不住人的 即便头脑可能暂时不理解 但心是明白的 心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 更直接 更感性 更纯粹的语言 你学会这一点再来谈更高的境界 因为你这一点都没做到 你怎么可能进入一个光的世界 它会对你的心智频率要求更高 那 进不去的 你都没有建立一个拥有心灵的自我 你都没有个真我 所以 在生活当中 你们就要去练习 要去学会表达真我 不要担心 不要恐惧 不要害怕别人怎么看 你就表达真我就好了 但是 你一定要很真实地表达 就不要带住掩饰 不要带住情绪去表达 不要带住傲慢和偏限 这些是会扭曲真相的 要学会给别人一个完整的信息 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带了太多复杂的信息 别人会误解你 也会给你制造更多的麻烦 学生 我发现打坐的时候 感受到真心的次数 其实非常少 然后我上一个月在家 我突然意识到 我感受到的那种心轮的扩展 其实并不是我的真心 我去年十月份第一次 瞥见过那种无欲无求的感觉 时隔半年之后 我才又一次很深入地感觉到真心 然后这一次也感受到了 我就发现 其实我一直在专注开心轮这件事情 但其实我体验到了真心的次数非常的少 更多的是心轮的扩张 我觉得跟真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学生 我在真心的状态下 能感觉到你越的那种心电感应式的沟通 有的时候我会问问题 会飘来一个答案 但从状态中一出来肯定就没有了 Yachek 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从我们的心去表达 去沟通 我们就先放下头脑 先把头脑里面的那种顾虑 担忧 下定义 想象全部抛弃掉 毫无畏惧 一旦有了担忧 一旦有了想象 你就会产生错觉 产生错觉的话 你就把真相扭曲了 扭曲的话 你的真心就莫有办法去表达 它已经被忽略掉了 打坐其实就是让头脑慢下来 头脑慢下来 你就会看到 它有莫有焦虑 它有莫有扭曲真相 它有莫有逃避 你看到它 就不会再逃避了 所以我们把头脑的工作做好了 你的心就可以自然表达了 所以 这个很简单 你说你活在你的自我外衣里面 其实就是说你的头脑 还没有完全得到转化 是它妨碍了你的心 去真实地表达自己 如果你的头脑沉浮于心了 那就不是个问题 头脑沉浮于心以后 它表达的永远都是心里面的东西 不会再有冲突 不会说我心里面想的是这个 头脑说出来的是另外一个 不会有这种冲突 一旦心的智慧和觉知唤醒 它会自动去检视头脑语言所传达的信息是否准确 所以我们在做内在工作 我们在禅修中 第一个让头脑慢下来 这是需要持续的训练的 第二个让头脑跟心产生一个连接 心脑合一就是一种连接 心脑合一连接后 你就可以让心的能量顺利的到达头脑 它就会直接的去表达 表达心 那就没有障碍 这个工作其实你们在生活上也是可以学习的 问题就在于你们在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还是没有这个把握 那没有把握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一点时间来禅修 让你的内在力量更强大一点 让你内在心脑合一的更稳定一点 这样的话你再回到生活当中 在处理或者面对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容易出错 但是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问题 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怎么办 你就要专修 就像我们上课一样 通过专修 你再回到生活当中去实践 去检验你的成果 你看自己达到没有 没有达到 你就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专修 你分清了主次 你就知道怎么去修行了 如果你没有看到主次 你没有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你内在成长 你就会出乱子 出乱子就是说你生活的问题莫有处理好 另一方面你又想找个地方修行 这两股力量就会冲突 学生 我这次心轮有一些打开 前两天感受到了一众强烈的感动 就想挤出所有人爱 后来老师做疗愈的时候 我再一次感受到一个冲击 那个冲击比我自己体验到的感动环要大 这几天我就感觉原来总是有硬硬的担忧 现在就莫有了 想起一些原来的事情就莫有感觉了 Yachek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你就是要活在心里面 活在当下 如果你不活在心里面 你活在头脑的话 他总是会担忧的 总是在担心这个 那个因为头脑是活在时间里 时间就是一连串的事件 他们几乎都属于过去 他一想到过去 他就担忧 一想到未来 他又担忧 但是当你的注意力放在心的时候 那个自然状态下的心 它是莫有担忧的 它是活在当下的 而不是活在记忆里面 所以你最大的收获 就是能够立足在心里面 学生 那有了这样的体验之后 环会 不会再掉回去 Yachek 不会的 这个心门一旦打开了 他就不会再关闭了 他的力量只会越来越稳定 但是偶尔你会有点走神 偶尔的迷失可能会有 习惯性的行为模式还是会有 但是你会对它有一个很直觉的觉察 因为你的心门打开以后会觉察到这个东西 它会觉察到你在远离心 你在走向头脑创造的幻象和错觉的时候 你就会把注意力收回来 但是你没有立足在心的话 你根本就一时不到你在迷失 因为你会把这种迷失看成是一种正常现象 它的位置已经换过来了 所以你只要安住在心就好了 不会掉回去了 学生 跟高我连接是一种什么感觉 它会跟你讲话吗 高我不是讲话 它是给你发送一些心电感应 一些信息 讲话的是你自己讲 是你的头脑在转译这个信息 学生 跟高我连接是一种实摩感觉 它会跟你讲话吗 高我不是讲话 它是给你发送一些心电感应 一些信息 讲话的是你自己讲 是你的头脑在转译这个信息 学生 心电感应是一种实摩感觉 Yarchuk 你只是接收到了能量的振动 然后你的头脑把它转化为一种语言 是你在翻译这个振动 它向你传达的是一种振动 你在连接你的高我的时候 你的整个精神状态也是很高频的 在高频的状态下你才能够连接 不是说发出一个邀请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连接 它是你能够把你的振动 调到能够和高我共振的范围 你才能接受它的振动能量的信息 学生 高我和这个三维的我是一个实摩关系 Yarchuk 你在这个世界不断地提升 不断地进化 它也会跟注提升和进化 是同步的 但是如果你在省睡 它也在睡觉 为什么 因为它是你的一部分 其实作为真正的你来说 你不是只有在三维度的你 其实你是一个包含所有层面的圆 每个层都代表你的一个维度 所以你的三维身体 只是最外面这一层 也是最低的一层 你要让整个圆转动起来 首先你这个外层先得动起来 先得觉醒 你一觉醒 其他的圈就跟注动 如果你不觉醒 它们永远也在省睡 你的神 你的高我也在睡觉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你的高我 你的神它更想醒过来 它比你还要迫切 因为它已经睡了太久 它不想睡觉 但是前提是 它必须要让你做出决定 如果你不做出决定 它也没办法强迫你 因为在物质层面 你是有充分的自由意志的 你可以选择不觉醒 但是对你的高我和神来说 是一个苦难 折磨 因为它想醒过来 所以 有时候当一个人觉醒的时候 它会痛哭流涕 其实是它的高我在哭泣 我终于可以醒过来了 它会这样想 是这样 所以 一个人觉醒 然后它就有一种感觉 好像我已经睡了很久很久的那种感觉 它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一种高我带来的信息 学生 实魔是限制性的思想 Yachek 限制性的意思 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去活出你的真心 就是感觉不自由 比如说你想去做一件事情 你就突然想这样做不好 这样别人会怎么看我 或者我过去的经验 告诉我做这件事 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 这就是限制性 就不能让你大胆的 自由地 充分地活出你自己的心之所愿 就是限制性 如果你本来是这种性格 但是你突然又有一个思想 说我这种性格 别人会不喜欢我 然后我就不敢做真实的自己 我掩饰我自己 我努力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 这就是限制性 又或者说所有人都告诉你 你必须要有事业 有车有房 要结婚等等 你才算是一个活出自我价值的人 当你想要摆脱这种思想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恐惧感 内心正扎 那就说明这个思想 对你产生了限制 如果你很爽快地 很洒脱地去舍弃这种思想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恐惧的 因为你找到了更符合心灵所需的见解 那就说明你莫有限制性思想 就看你心里面有莫有感觉到受束缚 有莫有矛盾和挣扎 就知道有莫有受限 以及受限的程度 另外就是一种定论 对事物的绝对论的一种看法 认为一件事有个绝对的标准 或者答案 或主观认为的对错 完全莫有正常的理性判断 它也是限制性的 学生 我今天听别人介绍自己 认为有怎样的病 征 就把这种病征的名字 放在自己身上 这是一种限制性的思维吗 Yachek 如果你在心里面认同它了 它就是一个限制 你已经把自己看成病人 当然也是一个限制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描述一个概念的话 你心里面还是知道 这个莫有绝对的标准的话 那就没有限制 关键是你有莫有认出这个东西 你有莫有认同它 你不认同它 它就不限制你 学生 今天上午当课程结束的时候 我处无比绝冷静的状态 我去院子里散步的时候 真的觉得阳光 植物及我带来了很强烈的喜悦感 我能够感受到它们的生命力 如果在以往的话 看到它们的形状 或者看到阳光 感受到疯 我脑子可能就会活跃起来 去分析它们 这种喜悦感就不存在 但是这次我真的是直接地感受到它们 非常强烈 Yachek 其实你的头脑问题 还是很有希望解决的 因为你已经开始在用心去感受 而不是用头脑来认知事物 这就是一个平衡的开始 你要平衡你 左脑的过度活跃 就要用右脑的感受性 不用概念 不用分析 莫有文字 莫有知识 莫有想象的那个存在 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本影片到此结束 感恩阅读 祝福早日登出回家 期末 杨语 可发 rolls